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熱門的頻道 上一集我們又遊了那個... 法師? 修士? 上光有完成了 今集我們會來遊戰士 戰士我已經先幫他做了個底座的顏色 之後我們就幫回這隻上色 又會用到以下這些顏色 好啦 那我們現在又來遊隊身體顏色的部分 首先手和身 好啦 那就... 身體的部分就應該... 啊 還差一點點 差點扭住 好 記住去檢查有沒有些地方漏了味油 那因為它的分隔線組得不明顯 所以你要依靠自己去... 去檢查 好 我試試用這隻的 好啦 接著來遊褲的部分 好啦 接著去下一個步驟啦 好啦 那頭髮的步驟我會用啤色混少少少紅色去... 等那個頭髮的顏色 等那個...頭髮的顏色黏少少 好啦 那現在就... 完成了褲啦... 手啦... 還有頭髮啦... 之後就搶... 呃... 牌和腰的顏色的 同一隻顏色的 之後就... 虎頭 好啦 那... 之後的部分我會用到這隻 試一下用這隻 星光鐵 看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它是... 吸鐵的感覺 那... 就... 跟想像中就有些出入啦 比較深色了少少的 那圖圖呢 就比較淺色的 到時做回highlight 看看可不可以補救一下 好啦 我們之後來試試這個 這個模型鐵路專用顏色 1002號 那... 效果就是這樣的 應該... 像樣點 好啦 這樣我們就... 首先我們就... 先油一雙鞋先啦 之後先補救回那個武器啦 好啦 那... 那條腰和臂鞋呢 就這樣完成啦 那之後我們來... 看看怎樣補救回這個斧頭啦 那... 那... 我們... 打斜照呢 在斧頭上... 扮... 呃... 扮像它那樣的一個鏡面的效果 看看可不可以 那... 那... 救到沒有五成都有七成的啦 然後... 一些櫃子 更加一點光位 把整個呢... 摘下層次就會很多很多啦 好啦... 接著我們來油這個粧啦 好了,那棍子的部分就這樣完成了 現在整隻公仔大致上已經完成了 之後我們只要再加一些深淺色 highlight的部分就會更加突然的能力感 其實我就塗了所有顏色,再做一些陰影的部分 例如手、深色,頭髮幫它做highlight,足夠潮 斧頭有做銀色的反光位 斧頭就加黑色做陰影 你可以看看模型哪裡反光 在哪裏加些白色,永遠沒有錯 倒入濕頭 加一點排煎 好了,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戰士模型照顏色 讓大家看看完成了怎樣 我已經上了這個光油,還有一點微光 所以我先夾著它 對啦,就是這樣的 那上了光油之後,不知道是不是我上得太厚 還是什麼 它有些血肉無悔的感覺 哈哈 那兩隻 之前那隻都是這樣的 上完光油就會有些血肉無悔的感覺 可能是特色來的 那這隻就是我的戰士了 那這隻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繼續有其他角色吧 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 大家好,謝謝收看下集問的頻道 我會定時更新 還有介紹最好玩的遊戲給大家 偶爾我會拍下現在流行的東西 如果大家想看最新的遊戲 或者現在流行的什麼 記得按下面的訂閱按鈕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就可以隨時緊貼我的最新資訊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來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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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